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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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個天上門哈 今天是七月十號啊 大家早就早 才能幫妳 我今天呢 針對 葉恩訪華 我剛剛發表一點看法 那麼從中國和美國的反應來講 不太一樣 中國很多人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表面上來看 就是好像是業人來要錢 想要借錢 想要這個謀起中國這個 對美國要不要 第一不要要拋售美債 確保美國的安全利益 以及盟友和夥伴的利益 那麼尋求與中國建立良性競爭 健康的經濟關係 我覺得這個善意是到的 說錯了 我覺得如果我們就把這個業人 你把業人看成簡單 這個簡單的意思 就是想要多次多次申請到來訪 求求訪華 這個目的看簡單了 用實化 那個就我覺得這次 我思考以後 我覺得業人這個次就做到了 跟人建立了人事的關係 和溝通了這個美國和官方和中國官方 那個人事的關係 另外第三個尋求中美合作 應對當今緊迫的全球挑戰 他還是同一個幾公斤力 他沒有想到 拜登以後就下一屆 2024 只是說現在沒得保證 2024民主黨呢 不至於在這個太丟分 在想要還說共和黨呢 因為共和黨的指責 拜登呢 這個 這個 經濟上是一事無成 那麼這個 內政沒搞好 外交也沒搞好 所以這麼一個情況 就穩住這個正角 我覺得我們要重視葉倫這個角色 在拜登這個團隊裡面的角色 叫做 葉倫法華 我就是用兩個句話來講 獨孤求敗 一生不敗 他已經77歲了 比我還大一次 對吧 他能夠這樣 這個老大姐 這樣子不吃心血 這個 這個 您也有禮吧 我用這麼一句話 他們講一聲 卑躬去救我 我不認得 我 就像君子以下小國 小國 大國以下小國 這個 這個 柔若勝剛強 剛強 我覺得他這個 身段放軟 這個是那個 大智慧 大謀略 嗯 美國需要的精神 這個 實際上現在證明了單極化 美國已經走到盡頭 所以單極化 現在是美國在走下方 這個單極化來講 不符合世界的一個潮流 這個共同發展的潮流 現在呢 現在的階段 將來是多極化 現在的階段 這T2這個IP T2這個結構 它是比較合理的 因為從經濟實力上 中美兩國是遠遠高出這個 超越其他後面的第三 第四 現在那個那個那個 力度呢 也很想要做 成為老二 很想要超過中國 一個呢 也是不甘惡後 也是存存於動 都在搞自己的門楼準備 那麽現在我覺得呢 中國應該有個清醒的認識 這個 這個 很多方面和美國的差距 它是相當大的 所以脫鉤對中國來講 也不是很容易 也可以說是不利的 還是應該 就是 對 就是 慾棒相爭啊 一翁得利 都是兩敗俱殺 中國也不要一味的去 想說我自己 我自己就一定能夠成功 我自己就 獨自發展一定能夠成功 這種閉關鎖 和這個這個 自己 過度自信 這叫過度自信的話 這個來講 對 全球化 對世界人民來講 也是不利的 你不要 因為這過度的自信 就變成了 那又走回那個蘇 美蘇那個對抗的老路 所以呢 我想讚賞這個 這個 葉林的反發力的精神感 等於評價 那麼 那麼以後 帶以後再來說 我覺得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 這個 拳擊運動嘛 有人認為一拳打中 對方的要害 這個就叫拳擊的一個高手 實際上是連續敵拳 我覺得拜登呢 這個就 如果 拜登這個 我昨天講的 他有一些 從現在開始的這個 扭轉這個敗局 扭轉這個敗局 能挽救多少呢 這個現在已經到了強弱之末 但是我覺得 這個 這個 敗局有勝招 對嗎 因為我的 當然 我覺得 有四個字來 那個什麼 急流勇退 對吧 然後呢 這個 退要有退的彰法 退 退起有絕招 我並不認為 2024之後 拜登能夠聯運 同時 我也並不認為 拜登 他現在 在競選的時候 在交班 交班 比如說 那個 交班的 這個叫 奧巴馬 或者你姓奧巴馬 就能接著 這個 這個手上 這個 拜登的這個爛攤子 但是 我覺得呢 這個 拜登這個 事故亦無異 這個事情 他自己 要把他自己 這個屁股要自己擦 要把這個事情 確定起來 那就是 崩崩崩崩崩 我昨天 昨天說了一個句話 你把這個 確定起來 就是在 一中三個風暴 還有 還有那個 團團關係法 還有什麼其他 不來吧 你在這個基礎上 你確定了一個 事不亦無異 好 這個就是 後面呢 就把前面都覆蓋了 我先說啊 這個 事不亦無異 有人看這個簡單了 其實這個 事不亦無異 是中美 中美合作的一個基礎 我覺得是定海 從政 我們今天就不講了 也是一個承諾 一個也是個契約 這個要比 九二共識的力量 要大很多了 要比一個中國原則 一個中國的政策 要大很多了 你如果用了 一個中國的原則 一個人呢 有當時的時代背景 這個是一個 與時激進的 一個新的里程碑 所以我說呢 而且這個是為 業人呢 是為這個 拜登這個結局啊 最後一個結論呢 做結論呢 一個鋪墊 正在做亡羊補牢的工作 重新恢復這個 彼此的信任的工作 我覺得在做到 所以我希望拜登政府 重視他 如果要說 布林肯呢 那個 彎下 就是做了一個 做了一個低姿派 對吧 好像是 好像是 這個沒有受到 郭勤他們同地產呢 幹什麼 但是就委屈就這樣 第一步 業人呢 走了第二步 第三步呢 誰來走呢 我不知道是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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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氣候 那個樣子 談氣候變化啊 還是沙里門出面啊 反正這個還有 第三 第四 第五步 但這 我覺得不要倒退 這個接著 這個歷史是螺旋發展的 中美關係是這裡的 一個重中之重 中美關係是世界的 關係的 全球化也好 是因為未來的 世界發展的一個 重中 重中 重中之重 現在老的這個牙齒 不太 舌頭還 不太靈光了 那麼 現在呢 就是說 中國有中國的問題 我不認為中國現在就 這個和平結局 就承承到 超越 超過美國 理論上 或者治理上 就完全超過美國 這個也 中國有中國治理的社會問題 台灣問題和這個台灣問題 解決台灣問題 中國 雖然是中國做主導 但中國這個 和平統一 一國兩制 方便那個二十大 那個那個白皮術 我認為也是不完美的 是可以證明的 第一個 第一個 要重新調整 再 跟這個調整呢 就是 在中美這個架構的 這個 這個架構的 基礎上 不是完全 不是 不能夠完全把美國脫鉤 中國的主權問題 雖然是 是主權問題 應該是中國的內政 但是台灣問題 已經鬧成這樣子 已經 它把它已經 我們就 差很多接近國際化 已經鬧得最倍量的 所以就要讓 既然國際化 我們就要站在 國際化的最高點上 就站在聯合國憲章 什麼 聯合國二七五八主義上 要高的我們就要 登高望遠 高屋建 高屋建人要站在這個角度上 你站在 只有站在這個角度上 才能看清楚自己 應該在一個聯合國憲章當中 自己應該是扮演什麼角度 第一 我說第一點 簡單的說明點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中華民國 補合聯合國憲章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聯大二七五八主義 排除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是中華民國的繼承國 而是同一個國家 這個同一性 第二個呢 同子性 同子性是什麼呢 人民共和國 沒有說是中共共和國 人民共和國呢 就是說 主權在民 共和之之呢 是法治 是名為 就是 過去大清王朝是什麼呢 這個主權 這個軍權第一 一個主權在軍 那麼 就是 就是 主權在軍 就是皇帝一個人 一個人家的 愛心協樂家的 這個 這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 不是共產黨一家的主權 這個人 應該想到是人民的主權 人民當家做主 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 並不說 你共產黨 就整個 你完全代表了 你的代言人 你完全代言了 那這個有一句話叫 主權在 要 要 要讓人民來表達自己的聲音 但人民現在還不成熟 那麼 在 共產黨的理論是 共產 共產就是馬克思列明 馬克思列明主義 但這個馬克思列明主義上 是可以正偉的 200年前的馬克思主義 那麼現在 現在來講 我們檢驗當中 有很多失敗的歷史 從蘇聯巴黎公社 一直到現在 包括中國在 中國在 從建國以來實行這個 從新民主義的 一下子過渡到全民 就是公有制 人民公社化 搞社會主義 那個初級階段 失敗 一直到羅馬大門 徹底失敗 就公有化這個 另外呢 第二個 公有化這個 公有制 公有制這個 直接經常失敗 因為 某種把這個 過早的提出來 這個社會主義 同時在講 中國也不是 在 生產力的基礎 生產力發達機能 也不適合這個條件 所以呢 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 集體所有制 代替取消農村的 土地所有制 公有制代替取消農村 這個生產力的 集體性就破壞了 就抹殺了個人的 這個生產動力 就成了個集體 大多數人的利益 從生產動力 我們從那個公社 下周青年那個 這個出來 每天呢 就是 向南對隊長派工 這樣的整個 整個這個勞動的 實際分配 勞動力也分配 可能什麼大家 每天都是十一關工 十二關工 誰的勞動表現好 誰不要這樣 憑著那個 憑著那樣子來 調整積極性的話 這是有問題的 憑著警務 憑著警務 這個還是要有 要有共同富裕的思想 但是一定要有 這一定可以 要用這種 共有制的方式 用科學教育 科學中間 科學土地 農業技術學習 土地 就是關鍵一個事情 就是要不斷地提高 全體人民 適應這個生產力發展的 這個需要 工業也是 農業也是 社會管理 從商業服務 都要不斷地提高 適應這個時代 市場經濟時代也好 或者是生產力發展 這個社會的 脫協的社會的一個項目 所以社會主義這個項目 是值得商圈的 我這個 那位 王滬寧說 美國反美國 我這個是共產黨 共產黨員 這個反批判 質疑共產黨學員 我這個 如果我寫文章的話 那我一定是 我十幾年前 我就從這個三個代表 說我就發表了這些 生產力發展 這個生產力一段 我這個 有很多文章 就是共產黨員 在這個 在這個 社會當中的這個 當中就提出來了 我們犯了很多 這個 認識上的 理論上的 理論來源的一個錯誤 理論 這個我們現在什麼 政策使來源於 這個 馬克思這個 這個社會主義的公仲 這個教潮 這個市場經濟那個教潮 這個計畫經濟 一開始就搞這個大計劃經濟 我會面當然也就是這個計劃經濟的一個操刀手 在那中美基地一直搞這種 搞工的就搞大企業 搞全民送的這個最典型的代表 然後呢又搞這個標準化 這都是程序化 議題化 這個全國一彎曲專憑這麼一個 以中共業為主導 優先發展輕農業 農業為基礎 這麼一個方針實際上就從中美的學來 那麼這個因為我們是這個 這個都是靠積累 我覺得我們是中國工業化 現代化的一個積累的這個 台中兵第一線的實踐者 實踐者是有扮演的 我們是幾代 三代人的積累 我爺爺是從那個鎮長洋行搞商務 中美之間的商務 我外公 阿婆 阿婆是美國夏威夷 夏威夷這個華僑 叫廖廖華 可見他也是對中國人 我之前的外公這個一家人 另外一家人就是李平 蘇南基督称的 可能是一家人都在 七大五八大一都在台灣 那麼這個 巴一天叫李慧 在卡普大學 人類學的那個 人類學的那個 那個總任吧 教授吧 總任吧 他就是領頭人嘛 一有叫張光直 後來又是台灣那個 台灣那個那個什麼 台灣科技院什麼 副院長什麼 反正李中輝時期 他都過過一段時間 台灣那些那個官員 那麼我就說 我們都在探討這個 中美資金關係 但是中國發展這個道路問題 現在就是 現在雖然是沒到 這個共產主義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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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度 但是有這麼一個思想 這個社會主義思想呢 是 就是公有制取代 私有制 而鄧小平那個其他人 就是 允許少部分人發展起來 就是允許 就打開了私有制這個大門 那個 江澤民時代呢 就問題 性資性社的問題 就是 就開始收斂了 考慮到 怕公有制取消 整個很多 國有企業都倒閉了 中國呢 很多企業 這麼一個 鄧小平這麼一個 你發展這個 民主經濟 民主經濟 社會經濟 保產到貨什麼的 這個就 一下子衝擊了 國有企業 這個這個 這個 一下子就發現了 有很多 效率低啊 開腦袋 決策啊 這個生產力落後啊 生產力數字低啊 一切問題都出來了 還有市場沒有打開 產品沒有銷路啊 等於一系列問題就是 生產力就下降了 但是有的生產力已經突起了 有些適合的經濟 比如說這個 這個 有些輕工業啊 幹什麼的產品啊 你沒到保產當戶以後 還有紡織啊 塗裝啊 這些經濟一下子 受最大衝擊的 就是鄧小平民 那是這個 軍工產業 和這個 國家的國有企業 大型國有企業 這個是發不出工資啊 各方面的問題都來了 那麼這個實踐呢 就證明了社會主義啊 這個計畫經濟呢 需要 需要一個調整 不能夠完全地 搞這個 相信社會主義 將來就 能夠佔領 就是 中國就是搞社會主義了 就是 就是一百年以後 也不能夠共有共有化 就完全的社會共有化 所以就搞 現在搞的 像是什麼 像是朝鮮啊 像是國安一樣的 搞那個 平均主義 對 或者是說一個標準化 我覺得這個 這個事情 不符合生產率 社會發展這個 這個地方 這個高 不適合這個 不適合這個 生產關係 將來大家用實踐的證明 我今天說呢 我今天本來想用理論來說 我用理論說 我覺得我的理論的攻擊啊 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攻擊 是不夠的 我只是 我只是 只能到這一段 馬克思主義是可以正偉的 是可以反正他是 他是失敗 他是不符合於生產力 不符合社會生產力需要的 就不符合中國的國情的 現在生產力的這個水平的 也不符合現在中國這個 人的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中和受者 你人的受者沒有達到 你 你一定要實行這個 與這個生產力的發展 不相協調 你雖然有這個 我們不斷地上黨課 不斷地進行共產主義教育 培養著無產階級事業的接班人 但是來講 我們總體的總體的數量 不能各個都像雷鳳 各個都是把自己的看中是 把自己的看中是 這個 無私無畏的 全部的奉獻 你要考慮到自己有家族 自己有的社會生 他有他自己的生活 他自己自有他的 這個經濟條件和經濟背景 這個是不 這樣才符合這個科幻實際 大家不要把一個人都 都一個就是 把雷鳳啊 王敬席啊 那個陳永貴啊 都成為一個代表 都成為格式化了 你把這些 按著這種格式化 前面一列 這個叫社會主義 是吧 我覺得這個社會主義 不適應生產力的發展 不符合中國的國情 所以呢 我本來這個 但是我覺得我是 我這代人呢 警察不了這個人 第一 就像家裡樂一樣 他之前發現天 是地球圍著太陽轉 但他也不能反對 去副教 因為中國共產黨呢 就有這麼一個 有這麼一個神 就是說信仰 有一個信仰 就信仰共產主義 共產主義 就信仰馬克斯連根主義 就認為馬克斯連根主義 按著馬克斯連根主義 就是神道 就是這個 全力有合法性 就階級 工人階級 那個領導一切 這個是馬克斯主義的 工人階級 就是其他的階級 都是落後的階級 包括民族戰 就是剝削階級 最主啊 農民小公民眼界不夠 但是呢 這個反過來呢 在資本主義這個講的這個 人是 人是可以改變的 這麼 人人在法律面前 應該平等的 這個 我覺得中國 提出的 從毛澤東提出這個 階級論 就是從馬克斯 這個工程大學院 就提出這個 把這個分成階級 把人呢 就智能 把自己 就匡定了 農民的評價工人 就 因為他的 白光的 他就有個天花板 他的 社會節目 就是小農經濟 他逃不出個小農民 產業工人才有大的 大的這個 循環 才能夠跟這個時代 才能相比分 又消滅了資本家 所以只有國家 國家的計劃 國家做資本 國家資本領域 它是一個正確的一個 就是為全民服務的 這個呢 對 全民服務的 就國家 國家派來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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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長啊 廠長啊 中央派在這個地方 是不是 懂經濟 懂企業管理 是不是懂現在管理 這個還是無力之受 經過檢驗來 就很多是失敗 但是那個時候 還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 利益在那裡 就是在 在毛澤東時代的時候 貪官污吏啊 他還沒有 太多個人 就按照 毛澤東的 這個工資 也就是四百多塊錢了 我附近是一百 一百多塊錢 那就是相當高的了 就是說 那 這不是解放出現 有這麼高的 就算是倒閉了 高度的戰略了 就是低工資 啊 平均主義 這麼一個戰略 但是 約束了 這種 雖然沒有物質市場 也沒有這個差距 也就約束了這個 這個 生產力的發展 我們對 那個共產主義 和 共產黨前男人的批判 我們就 簡單 一個 一個 一個粗淺的 一個 一個概述 然後呢 這個 我們對 新中山的 這個 新中山的 民權主義 共和主義 五權分類 也沒有深入的研究 這點呢 是台灣對這個 三民主義五權分類 他們是在實行者 這個 在 在這方面呢 這個 探討的 還比較多一點 但是呢 由於這個兩岸這個分子 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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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就 就走向了另一個方面 就走向了 中華民國 主權在台灣 中華民國的主權在大陸 就把中華民國的主權 一分沒二 所以呢 我 鄧小平呢 這個 在當時那個生產力這個 那個社會被人家 提出呢 和平統一國兩制 這個是想要照搬 那個 來源 他的實踐來源 來源於 香港的 香港和澳門的回歸 但是 他呢 白胡亂呢 弄的這個思想的 結構的基礎呢 是錯誤的 因為現在的 兩岸關係是 中華民國內戰 的延續 是兩個政治中心 兩個 那個 主權 就是 爭奪主權的中心 你現在是 1949 1949年 到1971年之間 這是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 講的是代表 是代表 中華民國的主權 1971年 2758 二十六屆年大 二十六屆年大 二十七五八十一 公布以後 中華民國的主權 意味了 這個 中華民國沒有變 中華民國 中華人民共國 就是中華民國 這是同一性 同子性 是人民的 我剛才講了 不是共產黨的 不是 中華人民共國 不是共產黨的國家 是 全體中國人民的國家 是全 按照聯合國 就是中華民國的國家 中華民國全體國民的國家 是民主當家 是民為主 民為軍 民為軍 民為貴 黨為親 國民 國民 就是王赤之 對 就是 但是這個問題 我們沒有搞清楚 一直沒有搞清楚 因為中國共產黨領導 那麼中國黨就是 這個就是 就是 走著這個路線呢 就是領導一切 黨是領導一切的 領導一切 這個話可以這麼說 但是 按著國家的性質來講 應該是 人民是 當家做主的 你今天是個 等於是董事會的董事長也好 但是 董事會你是那個 總經理也好 但是 人民才是 整個的董事長 所以 他是股權的 所有者 所以我們對國家的認識 國家的權力配置啊 我覺得我們的這個 對立法的認識 是不足的 所以才犯了 政府組出這些大愛禁 生產大愛禁 什麼 大食堂啊 人民公社啊 這樣子 大鏈鋼鐵啊 四親運動啊 階級鬥爭啊 然後文化大革命 或者是 什麼呢 等等一系列的 過左的 極左的 這個錯誤 反而一切啊 這個事情 這個我就 我不再贅述了 我們這些 我們這一代人 都是這個時代的 社會主義這個 社會主義這個 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 一個 經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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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用作了這個 階級鬥爭的 這個危害性 多用作社會主義 這個這個 這個這個 這個建設 在乳中 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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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它可以連結的一面 有它失敗的一面 這個呢 我覺得 這個事情 留給學術啊 留給乳中 去系統化去 原理化 我是在這裡 一 頭一個石頭 打過了警鐘天 當然我 我在這個 我這個原來 在中國大陸 是不能發表的 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 那個 這個 反對無產機器專政的 按照現在來說呢 就是應該反對無產機器專政的 國家是一個機器 是個 是個專政的機器 但是反對無產機器專政 這句話呢 並不錯 因為 不是一個機器的 國家是人民的專政 人民民主 這個法制的專政 不是一個階級的專政 另外社會主義呢 這是公有化 不是社會主義 是這個國家的結構 你說那個社會主義 為主也好 社會主義 幹主導基本也好 我覺得這個話 說得不確實 我們現在的國有 就是 也是在 不是說 這個主要主義 要幹 那個 就是 就是計劃經濟為主 民營經濟為主 民營經濟為主 這個問題 這個調節的 這個是個四度的 這個團進的 這個可變的 一個 一個可以調節的 什麼適合 是個 促進生產力發的 我就搞什麼事 包括外資的 對外資的主義 都是這樣的 不要像 我 這個印度一樣 搞成門羅主義 搞成這個 野狼之大的主義 所以 這個事情 我沒有做過很高的領導 我就做過企業的 微觀經濟的領導 所以我父親 他是做無關的這個 社會主義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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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是 那個是一方面 但是我從那個 這個 整個社會大實踐 這個 規律上來講 我覺得這個策略是有問題的 共產黨相連 你們這個 按照這個決定 按照共產黨的一個結構 社會結構 這個階級跟這個鬥爭的結構 是這個 違反這個社會和諧 這個和諧 社會創新 就是理論創新 人民創新 是惡制的 因為這個是大方法 一體化 所以惡制的 中國人民 這個是奴性 培養了人 中國人的奴性 惡上了中國人民的創造能力 因為它是標準化 一體化 一般的來講 就像我在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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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那個企業 也是講究成績化 流程管理 也是講究什麼呢 一體化 標準化 你必須按照這個流程來做 你有獨特的見諺 你有創新的意見 你要經過流程 你要向這個 向這個 向董事會提出來 向這個 有關部門提出來 你的計畫 和創新計畫 就像 為什麼日本也是這樣 我們這個家長子 家長子 家長子 他也是 儒家這個文化當中 都是保守的 他說按照這個規矩來 你想打破這個規矩 很難 就是說 你必須有一個獨特的 這個 獨特的見諺 而成熟的 成熟的什麼 成熟的理論 成熟的權力 充分的權力 而這部分人呢 又 給這個創造這個權力的人呢 又得極少數極少數 大多數的人 是沒有創新的這個能力 也沒有創新的權力 所以創新是屬於小數人 而真正來講呢 這個應該 應該把這個權力呢 賦予全體 就是全體 對 那個 用了那個 曾中山的話來講 要讓四萬萬人民當皇帝 而不是讓一個黨做皇帝 也不是讓一個 一個 所謂的 傑出的人物 大人物 不是讓曾中山做皇帝 也不是讓 趕節生做皇帝 所以這句話呢 我們覺得這個 曾中山那個 已經去世這麼多年了 所以我們 再按照這種 民主和共和這個理念來講呢 抖上共和 我覺得 中國現在的社會 現在的社會程度 包括我們現在 和平崛起的程度 對這個政治的理念的認知啊 對共產黨這個 這個體系的認知 和所有的未來的前途啊 還是比較兩萬的 我至少看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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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勇是那個什麼 世界是大同 消滅這個消息 消滅階級 消滅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一切都是平等 這種社會的願景 我覺得看不到 人都是有差別的 任何時間 任何時代 任何人都是有差別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 共產黨 共產黨的這個理念 是不可靠的 是可以證美的 我們現在這些事 案例就是證美的 沒有 從蘇聯到中國 這個 幾乎每一家 每個人都知道 可以怎麼證美 而不是說 只有這個大法 有一個人來證美的 所以我這裡提出一個 一個 就是共產黨 原來反對共產黨 現年 要修正這些東西 我覺得如果 如果說 新民共和黨 它覺得合適 新民就不斷的 人的素質 就是決定的人 人是 要培養未來的人才 未來的人才 就應該不斷的 對 站在這個地方 我們這個歷史 我們這個失敗的效果 更善於沉默 對這個共產黨 民民黨 有個批判的效果 對這個 民主 自由 人類 這個批判的效果 共和就是 對民主的一個 普遍 自由 自由 四大自由的一個批判 要法它 一方法 法治化 共和就是要法治化 民主就是要自由化 這個 自由化 人民都當 人人都去當皇帝了 因為這個世界 對 有亂 真的 但是 怎麼樣去當 你要去 然後就開始 就開始競選了 競選 然後衍生出來 會選 然後今天 今天選舉 還有什麼 選舉的部分 然後野心家 個人野心家 陰謀家就出來了 台灣這個形勢就是一個 一個 一個造假就出來了 這七七日 陰謀武器 亂七八糟 319 那個槍天 這些造假的事情就出來了 那個 蔡英文就搞那個 假文明 然後 一手堆天 這些事情 然後就 蔡英文這個 這種專政 這種專政 比中國共產黨還要低 所以說 我覺得 有一個改善這個辦法 就是 撒嬌 就是讓大陸人民 和台灣人民 在 都是中國人嗎 都是中國 都是中華民國人嗎 進行 進行一個 一個 一個 混合 一個打散 就是 就是 摻沙子 同仲換鳥 在這裡 在這裡呢 就是說 通過這個 這個 坦白的比較 每個事物你提不來 你有鬥爭啊 有競爭啊 你內部競爭 你內部競爭 你內部競爭你就好啊 就人民內部 你把這個 台灣人民就化成人民內部網路 然後你來進行 每一個問題 這個合理 這個計劃合不合理 這個樣子 政府的這個判決 這個合不合理 它是真的是假的 那麼就要有受這個監督了 很多這個這個 有矛盾 有監督了 有參與這個積極性了 我覺得這個是呢 這個 中國的市場經濟啊 中國這個社會 法治社會啊 民主社會啊 就活了 而不像 就不要搞成像 我們最後搞成大清 這個蒙朝了 對吧 這麼 奉天承運了 我們現在搞成 兩個圈律幹什麼的 實際上 就天天喊著 兩個奉天承運 習近平怎麼說 毛澤東怎麼說 鄧小平怎麼說 最後把人的思想 就變成了格式化 這樣就不可能創新了 反正你格式化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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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本本主義 那就 自己就沒有 就權利 就官府當中呢 就是 也不敢的 有個權利 上面說的就對 按照下面的 老闆先生說的話 就不對 這個呢 我覺得這個 中國 給中國呢 提一點 提點喜 那麼美國為什麼說 美國在這方面 中國這方面呢 就找走一步 我們 美國在社會管理 和社會治理呢 我並不是說 我們不要照搬 美國三權分業 也不是要照搬 那個 民國台灣那個 五權分業 實際上你得 跟關鍵點 這個結構在那裡的 中國也有這個 這個中進的 還有什麼法院 但是你執行的人 執行的手段 這個人的數字 就決定了你 你這個辦案的結果 印度也在搞民主啊 這個執行的 這個 越南也在搞民主啊 改革啊 但是 各個國家的 中和數字不一樣 嗯 這個 我說的 這個 這個 那麼 從拜 我們講呢 從現實來講 務實來講 就怎麼樣去搞好 先搞好 中美關係 中美關係搞好 人民參與國 安居略業 中國參與國 搞這個 安心建設 下來搞建設 如果你把台灣問題 像我這樣子講 就是說 穿沙子 你 常常是有個前提啊 你要兩岸談判 兩岸怎麼談判 在哪個條件下談判 二十九二公司談判 就談出這個結果了 一個是他不認同 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中華民國 台灣人 百分之九十的人不認同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 如果認同的這個問題 早解決了 二十八年前 能夠解決 解決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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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陸解決中華人民共和國 在問的那個 合法性問題 那是因為槍桿在裡面 因為鄧小平呢 他不認為自己現在是內戰棋制 他槍桿 他沒有槍桿 他出不了政權 出不了統一 所以鄧小平這個理論的失敗呢 就在於和平統一這個 統一就是空話 因為不存在這個政治基礎 不存在人民這個 兩岸人民這個 認同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各自認同中華 你認同一個中華民國也好 不認同 大陸人不認同中華民國 怎麼認同呢 聯合國憲章給你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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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國與無異 這個 周圍聯合國的一個主要的安理國 我就為什麼這麼重視這個概念呢 這相當於 相當於一中三個公報的一個 縮寫 台灣關係法這個縮寫 我得把這個 台灣關係法 一中三個公報 要不要重重念一下 有些相當的條款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 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 但是這裡有個潛台詞 潛規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聯合國憲章的 連中華民國 這個沒有說出來 但是你說出來 台灣的 這個中華民國台灣省 又不承認 但是中國大陸 你又說中華民國王國 現在是 這個在台灣又不承認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肯定 這是一個矛盾的一個事情 自己人 這個就像打籃球一樣 他自己人的內鬥 他內鬥 他分不出來哪個是政權 那麼找個裁判 找個美國這個 聯合國的裁判 那個 古德雷斯 古德雷斯在十年前 就說我這個觀點是正確的 我的觀點是正確的 古德雷斯在電影郵件的 他畫了頭像 那 拜登 我那個像 奧巴馬跟那個 米歇爾說 也在談這個問題 我談同心同國 共進家園 我不只是一國兩國 共進家園 共進家園 我談就是你中國我國中軍 鄧小平就說 你搞你的我搞我的 大家比較一下 所以鄧小平這樣 你搞你的軍隊我搞我的軍隊 這個就是一個封箭嘛 這就是烏克蘭說 烏克蘭那個 蘇聯分裂成烏克蘭 就是這樣 這個好戰沒有這麼去搞 好戰沒有按照鄧小平的理論去搞 如果台灣搞一套軍事 現在它是這樣 台灣有一套自己的 所謂台軍國軍 你如果還保留它 那麼將來就是 兩岸關係就是 烏克蘭和那個什麼 烏克蘭和那個什麼 烏克蘭的關係 一定會打起來 因為台灣的 他如果你搞你的我搞我的 那就必然說你是你我是我 然後就變成主權不能 但他是中華民國的主權 那麼大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 這裡完全是 那就是中華民國的主權 登列的 我們說按照聯合國2758號提議 台灣沒有主權 台灣不代表中華民國的主權 按照中美關係 對台灣關係法 台灣沒有主權地位 台灣是非中華民國 非政府 非官方代表 這個定位 雖然是美國國內法 雖然是卡特總統這個台灣關係法 雖然是中國不承認這個台灣關係法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 就像四不一無一一樣 講的對 美國我們要認得 在美國很多話都講的 很多這個支付理念都對的 一個國家是不可以分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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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吧 但是它加了一個前提的 在上帝的面前 在上帝的面前 是這個美利堅 合能國是上帝的 上帝之子 這是何法現在 美利堅合能國來源於上帝的恩賜 人人平等 人生而平等 那麼中國 中國如果要是說 按照馬克思列明主義 那種也錯了 就是under construction 就是在憲法的基礎上 當然我們現在有兩個憲法 一個是中華民國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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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將來來講 統一了之後叫統一憲 第三共和的憲法 我建議叫中華新民共和的憲法 我建議叫中華新民共和的憲法 如果說簡單的中華新民國 這個就是把這個共和兩個字 忽略就成為民國了 民國就是人民之國 人民當家之國 我們覺得這個光是憲法不對 共和 共和是什麼意思呢 法治 就有規矩 法治要高於民主 因為民主呢 是在有條件的情況下 就大家都知道 什麼情況下合法的 什麼情況下規法的 政府要知道哪些權利是 是法律受你的 哪些權利你沒有做到 你要受到法律的追溯 你要追責 到期你要下台 這個共和制就是到期要下台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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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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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黨制呢 就是到期可以不下台 從毛澤東開始 那就可以不下台 從斯大林 從那個這個 普京也好 大家就可以 對就是一個變相的一個 一個那個那個 一個黃就是 這個君主制 或者是黨黨人類 黨高於憲 黨領導一憲 就是這麼一個 要擁保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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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毛澤東的絕對權威 擁保這個習近平的絕對權威 這個思想就是王滬寧這個 搞的兩個確立啊 像什麼樣子 你 又再搞一個這個 明高四人幫我 這裡跑 明高就是這樣來拘捧 靠拘捧自己 實際上拘捧自己 王滬寧實際上也生 說出來也是這樣子 使自己呢 這個叫做 使自己半生如半活 然後自己得到這個 這個一人之下 那個萬人之上的這麼一個權力 所以呢 這個事情呢 習近平要察覺這個不正之風 這種自由主義 包括自己對自己這個 這個現任的時候 這個從這個這個 疫情期間做的所作所為 有沒有牽訪的地方 當然 你搞大陸 牽 這實際上疫情那個統一對 國的主國體制 這就是大國犯 然後呢 那個製造了那麼多的 空在那裡 一次都沒有用過的方艙醫院 那就是開老的 那就是計劃經濟搞的 一個一個不產品 所以習近平你不要以為自己的 多麼英明 多麼聰明 多麼聰明 人民比你還聰明 對吧 所以一個人啊 你把自己看成那個 看成那個 那個那個什麼 這個這個這個 你別人都高明了 實際上是自己的 實際上自己是愚蠢 那麼解決台灣問題來講 所以我作為中共共產黨 作為一個中華民國台灣人 我既相信中國共產黨 也相信台灣人民 能夠接受這個聯合國憲章 和聯合國27589億 你即使現在不行 因為法律沒有給你這個 法治國家來講 你的權力必須來自於法律 主權必須來自於聯合國 這個法律說的 你沒有來自 你自己給自己封的 蔡英文也好 李登輝也好 是自封的 包括蔣介石也好 是自封的 這種中華民國總統 是未經全體人民選舉出來的 全民 沒有經過這個程序 你既沒經過程序 而你把台灣人民綁架在這個戰 你實際上 把台灣人民綁架到戰車上面去了 所以理論上呢 是錯誤 就會導致戰爭 台海戰爭就會爆發 槍桿子裡面出戰 你非要 戰場上沒有得到的東西 你在談判中也得不到 那麼 在聯合國憲章上 你們給你確定出來的東西 事不亦無益 給你確定出來的東西 美國和中國不高冷戰 反對台獨 反對一中一 兩個中國 反對一中一台 好了 OK 就要你這句話 這比九二共識 明確的多 分量大的多 對台灣來講呢 這個 這個 這個就叫 定罕神針 我希望呢 這就是中美合作的一個基礎 中美認同的一個基礎 即使現在 拜登 不幹了 或者下台了 極中勇退了 這個峰碑代表 即使代表 以後 解決中國這個台灣問題 美國這個 這個即使 一樣重要 美國下任 美國也有個 因為你看拜登他簽 卡特簽訂了一個 簽訂了一個 簽訂了一個那個什麼呢 簽訂了一個那個 那個台灣關係吧 到現在還可以用 一中三公報 他在國內把他告密那個 聯合公報 都是契約 不過我覺得他那個時候 能夠 在1979年能夠確認 這麼三點就夠了 因為他有 台灣是非不法民國 非政府 中國那個非政府關係 有主權的政府關係 非官方關係 非官方沒有主權嘛 另外 他對兩岸的和平狀態 和平啊 穩定啊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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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狀態 實在是不夠的 因為 台海關係 就是中華民國內戰的延續 就是戰爭狀態 就像現在 俄羅斯克 烏克蘭 現在的戰爭 是戰爭狀態 而現在1979年的時候 雖然是沒有統一 但是也是戰爭狀態 上國家統一前的 戰爭狀態 內戰狀態 這個概念是不準確的 是可以政委的 所以那個 那個台灣關係法的 前兩句話的和平啊 穩定啊 這個這個 這個話就被 那個 就被那個誰呢 就被 蔡英文議員 片面的拉起來 這 這個 台灣關係法 四個中間 保持台海的穩定 保持台海的安全 保持 台灣的自由 民主 就是美國的利益 核心利益 不可能的 台灣不是美國的殖民地 是吧 美國對這個 台灣的這個 保護的程度 既沒有 既沒有條約 有廢約嗎 撤軍嗎 是吧 既沒有條約 也沒有合法性 你不符合 你干涉台灣的人來講呢 你不符合國際法 你 將來你只能給它提供武器 提供戰 那麼按照那個 烏克蘭行程 你只能夠做到這一點 你的人員也不可以 你的人員也 最低 按照國際法 按照戰爭法 你不是當事國 你沒有權力去 進入這個 這個當事國 這個這個 這個 這個戰爭狀態 是吧 你非當事國嗎 所以美國也好 你至於那些顧民軍 為什麼說顧民軍 顧民軍 顧民軍他以個人名義 他就受死去 他就想說 他這個 那個代表 那是另外的 法律之外的問題 所以呢 我們就覺得 不要再搞第二種烏克蘭 俄羅斯和烏克蘭 已經把歐洲打得落法流血了 已經把烏克蘭弄得欺利子散 家族人亡了 不要把台海 現在就變成這麼一個第二種烏克蘭 將來受害的將來都是台灣人民 也有大陸的 將來大陸去 去什麼 那麼我們就想用這種方法 如果美國願意幫助的話 東美合作的話 談到問題沒有解決不了的 你包括國家統一以後 這個這個 將來那個 這個這個 國民黨也好 反共大陸也好 重新復辟 中華民國也好 那我們叫西民共和國 不是復辟中華民國 而是 而是重新建立第三個任務 是以時期的 一個 一個新的共和國 這個人民 不斷 西民呢 民和民心 民力的一個共和國 這樣人民 不斷的提高這個 參政議政這個 綜合數字 然後重新組建起來 這個共和國 組建一個 然後不斷的改進 不斷的修正 不斷的完善 這個一個正循環 那是正的 現在是不循環 現在走到這個不循環 就對抗循環 仇恨循環 反共抗中 抗衡 這種循環 我一定要 李宵 穩定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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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